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共有75题 总共有75题 你们如果可以在自己认为可以的时间内写完 不一定要8点来 你要9点来开始写也都可以 10点我们会准时把考卷关起来 所以是下礼拜第一次 TQC里面Word Excel PowerPoint 我们题库上面放的30题 每一个题库会考25题 会考一模一样 里面有一部分的题目是上课我没讲的 所以你可能回答不出来 我建议你这一两天赶快稍微看一下 明天早上我们在这边 还有星期三早上8点 星期三你是到几点 10点吗 礼拜二到4点 礼拜三到9点 礼拜明天8点到10点 然后星期三8点到9点 我们都会在这里 那助教会 你们如果不知道答案的地方 题目 请你明天后天这两天 自己找时间 明天是8点到10点 星期三是8点到9点 到这边来问好不好 因为有一些题目我上课没有讲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知道说 那些小工具到底在哪里 要怎么利用 所以这个是有关下礼拜期末考的部分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期末考中 就是给大家补作业 所以请确认一下 就是到那个作业缴交的那个大标里头 确认一下 有没有我或提也忘了把你们打勾的 有的话再来 如果发现你有教 那我们没有打勾 请来跟我们确认一下 然后6月29号是多元教学 8点半才开始上课 我们就不是8点10分上课 那要上一次办一个贴图制作 这几件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好今天这个是期末专题的作业 今天的期末专题作业是下礼拜10点之前要交 所以这个网页制作 今天上完之后 你赶快回去整理一下 我会留30分钟给大家上课时间做 不会做的或者是做不完的 你明天后天想要过来这边利用我们 就是office hours时间来做也可以 但是记得就6月15号10点之前要交 好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 Google协作平台 那Google协作平台呢 它是一个任何人你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懂程式嘛 你就可以制作网页的一个工具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几个 就是我们用Google协作平台做的 这是本校的那个商务资讯 这个就是Google协作平台做的 你看左上角 这个网页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蓝色的框框 然后长得像分页的样子 这个就是Google协作平台的标志 那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标准中心的网页 那这个就不是Google协作平台做的 这个就必须要用比较 有些是网页的软体套装下去做 有一些你必须要知道 怎么去用程式设计的语言来写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上几个月学的 程式设计的语言 等我一下 我不是要秀我很厉害 我不是要秀他多么麻烦 等一下 左边是我学的程式设计语言 他写了这么多字 真正跑出来的网页就是这样子的 还没有颜色 我没有排版的很漂亮 我只是把字型大小 就为了要弄个字型大小 就要写这么多东西在左边 所以 假如说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学这些 专门写网页的这些程式设计语言 但是大部分 我们都是希望在30分钟内 就把这网页做起来 因为老板说 他等一下就要看你家的网页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用过这么多 我觉得Google协设计语言 应该是最好用的一个 除了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像这个是 也是我们学校的深圳计划的网页 然后他也是一个Google协设计语言做的 右边是这个 这个也是Google协设计平台做的 但是他左上角这个图案 看起来不大像Google协设计平台 因为那个是 等一下我们会教你怎么样 把那个Mark 变成你的客制化的一个图形 这是你可以自己客制化 那任何其他非客制化的 也不是Google协设计平台做出来的 网站的话 大概就是像这样一个分页 这个的icon 所以当然你稍微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个是Google协设平台做的 Google协设平台做的 很多人不会不习惯 就是浏览的时候不习惯 因为这是什么公开中去 我点哪里点不到 通常你就要记得 所有Google东西不是三条线 就是那三个点点 他把所有的页 就是页面都收起来 所以任何Google的网页 记得要找三条线或是三个点点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分页的内容 有的会像这一个神尊计划网站 它的分页就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等一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设计看你喜欢收起来的 还是全部把它摆出来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Google协设平台长的网页 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死板 就是它砍就这样子而已 你如果想要做得非常花俏 像这样 可能就是真的需要一点程式设计 需要设计的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 这是你们要比较有作业范本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 至少一些基本的网页需要 跟人家互动的界面都做得出来 有图,有文字说明 它有一些超连结这样 那我们就请大家 进去你自己的Google卷好不好 就是请大家到你自己的云翻译 自己的云翻译流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 这是我做的我自己的网站 让大家看到 让大家看到 那我的网站我放比较多东西 它有个好处就是有一些像上礼拜 我们学的Thinic的图 我也可以放进去 可以直接跟Thinic做个连结 所以它其实可以 那这一个软体它可以 拿其他的软体的作品进去 它不会像有一些客制化的网页版体 好像Thinic东西就没有办法放进去 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网页 我们就 因为时间之外我们就开始来做 那进去Google协作平台 一样有两个地方 你可以从左边行增 或者是从右边 九公格论去找Google协作平台 我这个协作平台的是旧版的 然后进去会长这样 你会看到你不要吓到 因为它是旧版的 那你就说你要新版的这样 如果之前你有用过旧版的话 旧版超级难用的 所以请就是换成新版 那它跟进去之后 它会跟我们做Google Docs 或是Google Slides 还有就是Google Sheets一样 它会有一个上面就是一些模板 下面就是你有的作品 一样你要新增就是找那个家 看一下家 你就可以自己 就可以开始做你的网页 所以每一个人都进来这里了 可以了 有吗 需要等一下吗 需要等一下 那请大家就是新增这样子的一个网页 我们开始做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页面 跟这个档案相关的 所有的工具都在最上面 再一次 跟这个档案相关的所有工具都在最上面 右边 右边 就像那个Google表单一样 整份表单你要去设定的都是在上面 然后它一定是右边 这些都是跟你要去制作网页的小工具的地方 这样可以 中间这里 中间这里 就是你的你要放网页的地方 这样可以 就分这三部分 上面是跟整份网页 你要去设定的工具列 然后要去制作网页的工具列都在右边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网页 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操作的地方 这样可以 所以有一点像Google的表单 因为它真的有点像Google的表单一样 我们先看上面 这是进去的时候 这一页就是你的Homepage首页 好不好 首页会看一下你的页面标记 请你就打给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我先打一下 你看打的是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它会有一个文字格式的工具列跑出来 你可以试试看你要的那个字的大小 它应该是说它的标 它所有的文字 它都限制只有这几个大小而已 那字型要到底多大 然后是粗的 B就是粗体 I是斜体 Bo跟Italify 你要至中还是至左 这就你自己 就跟一般word一样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但它选择的项目比较少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enter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 这个未命名的网站 它应该 它跑的比较慢一点 对不起 我不接了 比率上我这边Key下去 它这边应该叫那字 今天比较慢 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网站的名称 就是你网站的名称 就是你的档案的名称 就是你网站的名称 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你就是先把档案名称 网站名称先设定好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设定的就是 你的home page首页这张图 那这张黑黑的这个图呢 是它的预设值 你又不喜欢呢 你就说你要变更这个图片 你的网鼠一定要在这个区里 你又跑到别的地方去 变更图片是跑不出来的 网鼠一定要在图片这里头 变更图片才会出现 好不好 然后你按一下 变更图片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上传 一个是选取图片 这跟那个Google form是有点像 那选取图片呢 它会进去的话有一些是 它自己的图库做的一些图片 用图库做的图片有个好处就是 大小跟档案的size 比较不会烤掉 比较可以符合它的那个模板 那你也可以自己上传 都可以 那这里还蛮多不同的图案你可以选择 那你也可以从你的自己的相簿 Google相簿去放 譬如我要放这张 我可以选择这张放上去 那一定要到Google相簿 你看到的时候要按一下 蓝色框框 粗框要出现 你才可以选取 然后左边有个打勾 然后按选取它才会上去 那可以 那假如说你是自己上传的话 所以自己上传 你可以从桌机 就直接这边按上传 然后选取图片的话 除了图库之外 你自己在Google云端影碟 或者是Google相簿里头 它都会 你都可以比较容易去把它选出来这样 然后你会发现它上去的时候 然后这张相簿的颜色 是不是跟我刚刚放在Google相簿里头 展的布里 它就要淡 它会自己调整 很麻烦 右下角 右下角就有三颗星星 那三颗星星它会 你上传之后 这颗星星就会让你一闪一闪的 表示说它在调整 调整它的清晰度 那你若不要的话 你把它关掉 像我现在把它关掉 它就变得比较暗 就原始挡的样子 那就要看你自己觉得怎样 因为你把它打开来的话 它就会挑 跟你的文字颜色比较适合的背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自己开办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重设 应该说你有放了图片之后 你就可以去重设 然后再来就是标头类型 所谓的标头类型 跟home page的这张图一样有关系 来 按一下 它就有四个选择 也可以让你的封面呢 这么大张 你就看这个是对照张的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看的叫做大型横幅 不对 横幅 大型横幅大概这么大 然后再来就是只有标题 这些图案都没有 通常你都已经上传图案了 至少一点点的话让它出来 你想要看一下你那张 home page的相片 就是别人打开你的网站的时候 看那种感觉是怎样的时候 你可以用预览的功能 就稍微看一下 假如说我想只看后面这样 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吓到人 上面跟整份答案相关的工具 在上面对不对 这一个叫预览 预览 预览 iPad的话呢 大概就是中间这个 手机的预览 大概就长这样 所以其实上横图也还好 整个如果打开的话 其实也不会太难看 你就自己稍微看一下 就是哪个 它的大小哪个最符合你的需要这样 跟这个 对不起我先把网页挂起来 跟 跟Google phone不大一样的 或者是My map不一样 就是我们预览的时候 它其实是跟你刚刚编辑的时候 是同一个网页 它不像Google phone或者是My map 它会跳出去另外一个网页 所以你如果预览完了 你不要在上面一直乱点 就是你要回去编辑画面的时候 右下角 右下角这个叉叉打点一下 它就会回去编辑画面 这样可能 所以你随时都可以预览 然后预览完就记得去找 有三个浏览器的选项 最右边的叉叉 叉叉关掉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是预览 那个不是你的网页的网站 这样可以 所以你有三个 你会发现上面 这个网址有三种不一样的网址 一个是你编辑的网址 一个是你预览的时候的网址 另外一个是你发布 就是别人可以浏览的网址 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网址 你要送 要给人家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 你不要弄错了 你不要给人家这个编辑的网址 说这个是我的网页 这是编辑的 你就给别人的编 都可以去编辑的 所以你要给人家 也不是给人家预览的 你要给人家发布的网站 等一下我们到发布的时候再看 先不要按发布 右边这一个协作平台的网址的连结 跟再来就是与他人共用 假如说你这个网站 要跟其他同学一起编辑 那记得就是与他人共用的设定 应该会吧 你们都做那么多了 就是你要变更 然后看也是要指给张师大 这个网页向下的 还是知道连结的任何使用者 那我会建议既然这是网站 就要给任何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都可以看 那你如果是要跟同学一起共同编辑 你就把这个法改成 就是他可以不是解释了 你就可以吗 让他可以去编辑 所以跟其他Google的 版案一样 你要去修改 他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你就从这个与他人共用证 一个人在一个家制 那也去做修改 修改两个地方 你要跟谁共用 你要跟谁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人的权限 那个权限只是检释 还是可以编辑 或是读解 大概有这三个 这样可以 所以这是跟反案有关的 都在上面 刚刚讲过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右边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有几个 其实就是整份文件 它打开的时候长的样子 然后给通常 这个导览就是你顶端对齐 假如说你的网页有很多页 就是进去不一样的分页 那刚刚我们看那个 焦灼中心的那个网页 不是 效果实验图的网页 他要看分页是从左边 对吧 然后生根计划这个网页 他要看分页是从上面 那这个的修改地方就是在 这里 从哪里进去 这个齿纹设定进去 然后这里有导览 你是要顶端对齐 还是侧边对齐 OK 好 你们的作业是要顶端对齐 所以你不要改到侧边对齐 那不然等一下那个 诸教会找不到 再来是品牌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这是我的网站 给大家看一下品牌形象 这边品牌形象就是 你看我的网站进去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我自己的小人头 自己的图示在上面 那未来假如说你 这个是你们公司的 或者你们学校的一个网站的话 你可以把学校的logo放到这里头去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logo放进去 那这就是你的品牌形象 这边有个上传 你看 你把他那图档上传上去 然后我会建议用SBG档 就是他可以自动的缩小 你不要用那个图形 就是PG JBG档的话 他没有办法自己去 去做收缩的这个 图案收缩的动作 下面这个是分析 分析我拿我的网站 这个新的网站不会有分析 大家看一下我的网站 你的网站制作好之后 然后发布之后 它会有一个类似身份证字号在里头 这个身份证字号就是google 它有一个软体叫做google分析 google and the literature 我们就继续看一下google and the literature 那你就跟他说我们要分析这样 他会自动分析你这个网站的所有 看有多少人看过你的网站 然后谁看过你的网站 你的对象有谁 这个通常都是给厂商 因为他想要 或者是你未来有经历你的直播买卖 线上平台的买卖的话 那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的这个网站做得好不好 好有这个行为呢 几岁的几岁的客户群 他会浏览你的网站大概多久 那那个就会决定 你是不是要去更新你的网站 或者是网站内容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大概是你未来 如果进去一个职场 是在做客户开发的话 或者是产品开发的话 或者是你要做产品包装行销的话 那这都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买很好的软体来做一些分析 至少不管软体会帮你做一些最基本的分析 你会有一些数据 那你就只要知道说 你的客户群目前大概落在哪里 如果那个客户群不是你想要的年龄群 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网站改版 因为你的网站可能太老 你年轻人不喜欢看 或者是图片太难了 小朋友看不懂 所以这个Google Analytics 就是帮忙利用Google协作平台做广告的人 他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可以 其实你就打Google Analytics 他就进去了 他的Google Analytics的身份证指号 就是藏在这个分析这里 这样可以 分析藏在哪里 分析藏在设定里面 这样可以 就是跟整份文件相关的 再讲一次 跟整份文件相关的设定 都在上面这一行 好 那其他的 最下面这叫公告衡衡 这是他新的功能 去年还没有 今年我看他跑出来了 那我这边写防疫期间记的请洗手 你看我的网页 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预览一下 上面没有的 对不起 我先把它关掉 我刚刚忘了打开 公告横幅 我现在写的这个公告有个讯息 但是我现在 等一下 应该要把它打开 我想让他在所有的页面都有这个 然后横幅要打开 最上面显示横幅把它打开了 然后我再去把它关起来 然后再去再跑出来了 那我刚刚设定我的每个分页都会有 所以我先预览一下 这是我的首页上面有写 防疫期间记得起洗手 那我去看一下我的 这个资讯数量的课程 这个上面也有 那假如说你觉得这个横幅很麻烦 很讨厌 你可以只让他在首页出现就可以 你就回去 设定这里 公告横幅 然后把锦限首页 把它选这个这样就可以 这样可以 我们看一次 关掉 然后一朗 等一下 首页 这些虽然看了没有 首页才有 怎么样 这个横幅 所以横幅通常就是 就是有些比较重要的资讯 你要引起人家注意 一开底的网页 人家都会看到 你就把那个字打上去 它可以让你有不同的颜色 字形大小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像也不会跑马灯 看看他到年底或者明年 会不会这个字 会开始做跑马灯的那种动作 因为我发现他常常会做更新 只是我不知道 这个横幅也是这间他才出现的 这个大概就是跟首页相关的一些设定 再回到刚刚设定的这里 首页你可以放个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开始下面写些字 字你可以从右边 右边就是内容的小工具都在右边 然后分三大类 你可以直接插入 插入文字方块插入图片 这是我们最常插的东西 对吧 当然网页就是放这些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 插个文字 插插 然后字你可以去修改它的大小 或者是你要插个图片 我们再来找我们的库拉贝尔吧 这支库拉贝尔很用力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以这就是你文字跟图片 就很简单 你就可以插上去 然后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呢 你插上去的时候呢 对 左边呢 或者是划鼠放在文字上 或者是划鼠放在这图片上 左边 就是这个文字 或是这个图片的小工具 它才会跑出来 在左边 那这个小工具呢 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换版面的颜色 像这个库拉贝尔 后面我想到它有点蓝色 它就会长这样 背景颜色 你会发现它没什么颜色给你选 你看版面背景颜色 是不是只有白色跟乳白色 还有蓝色 就这样子而已 它会依据你的主题 你的主题的相片的颜色 自己去挑 它愿意放上去的颜色 你可以用 你如果不喜欢呢 你就要到 你就要到右边 123 右边一个插入页面主题 对不对 你要到右边主题这里 看一下 然后你从这边去修改颜色 这样懂 譬如说我想修改成红色 看到没 它是改掉的 修改成紫色 你如果要修改这个背景颜色 你一定要到右边主题去修改 右边主题呢 除了颜色之外 它还有不同的 当然就这几个模板 你可以套用看看 那这个模板会改变字型的样态 这个模板会改变 有一些基本的版面 譬如说我用最下面这个印一下 你会发现 我的名字下面就做了一条红色的线 刚刚那个叫平面或者外交关键门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每一个主题 你都把它试一下 看哪一个主题的文字的版面 或者是它多的一些修饰的东西 你觉得比较适合你要的样子 你就可以试一下 试完它这个主题之后 你再去修改它的字型 就是它背景的颜色 那背景颜色呢 除了这几个之外 最右边会有一个 类似调色盘的地方 等一下 它可以 你如果按一下这个类似调色盘的 这个油漆 油漆的这个小工具 它下面就会有所有的颜色都跑出来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设定 假如说你不喜欢它这个绿 这个绿有点丑 你想要再淡一点的绿 或是有马卡龙的绿 你就自己再去挑颜色 这样可以 在哪里挑 主题 这一排 给你的这一排颜色 最后边会有一个 有七筒 你稍微按一下 这整个颜色的光谱就会出现 然后你自己再去选你要的颜色 所以这是跟你的网页 版面有关 字型有关 颜色有关的地方 这样可以 在主题这里 然后 这怎么变 黑色 有够丑的 那这个相片或文字你放上去之后 你可以修改它的大小 一样就是把滑鼠去点在这个相片上 它会跑出几个点点 有那个圆圈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拖拉的地方 拖拉就是可以 可以改变它大小的地方 依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去修改它相片的大小 好 那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插入这边 上面是几个 比较 就是 你常会用到的 内坎 内坎 记不记得 之前 上礼拜你们 学那个Thinklink的时候 是不是分享 第一个就是内坎的一些 内坎的城市的里面 就整个扣过来填上去 你的Thinklink的网页就会过来 Thinklink的网页 Thinklink的网页也可以用 就是超连结的方式 但是假如说你要人家一开 就可以看到 Thinklink的那个图片的话 你就用那个 把它砍入这个网页内容的方式 右边 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的任何资料 你都可以从这一点 然后它就会直接放到 听说 是别人的PowerPoint 好 是PowerPoint 就PowerPoint 我就说我要插入这个档案 PowerPoint就进去了 PowerPoint跟 你看 PowerPoint跟 图片不大一样 图片可能就只有一张 PowerPoint可能有很多张 对不对 所以PowerPoint的右上角 通常就会有一个像 你是不是要在其他的分页 可以打开来看得动 你可以预览一下 我要用大一样 你看这里 我会弹出视窗 这样人家要看 这个内容会比较简单一点 假如说是多余一页的话 这是很大的档案 所以它不是只有图片文字 档案你都可以直接放上去 好 档案都可以放上去 档案 假如说你弹出视窗的话 你在你浏览 你就不是在你的网页上浏览 你看这个档案是在这里 你就记得要把它关掉 你才有办法回到你的编辑画面 然后记得你如果这个是预览画面 回去你的编辑画面 你就把它按结束预览 这样 这样可以 所以这四个 大概就是最基本 你做网页要用到的文字图档案 然后直接就是插入的方式 下面版面配置 它也有一些 它已经设定好的 的样子 譬如说我点最右边 第一排的右边这一个 然后它就会自动跑出一个模板出来 就是我要放两张图 跟它的图的文字的说明 这样可以 那这样的话 它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里拖拉 说我一定要把图 两张图拉的一模一样大小 我一定要把字 用的一模一样大小 不用 因为它就会帮你设定好 那你就可以选取图片 Google图片 Google一段易点 哇 随便 这里有一张图片 这样插入 然后你也可以上传图片 哇 随便 你看你就不需要去拖拉那个相片 它们两个大小就会有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编辑一下文字 这文字你可能要 就是 这跟你的主题会比较有关系 但是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感觉大概长得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把这整一个 整个模板 后面放的颜色 让它跟上面会有点不大一样都可以 这个是有够丑的 真的是有够丑 好 好 好 我们目前都是在同一个网页上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下面就是在不同版面配置的下面 它还有各种不同的工具你可以放进去 第一个叫做可以收合的文字 什么叫可以收合的文字 给你看我的网页 这是我的网页 那我就下面放一个不同的相片版 然后右边 你看右边是不是有个箭头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因为它不可能里面写了一些 玻璃八说的字 然后 但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我想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JPG党 什么是SVG党 这样子 右边就会有一个小箭头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就这里我就放了 什么叫做JPG党 什么叫JPG党 JPG党 因为它太长了 然后会人家刚进来你的网页 然后就要看到玻璃八说这么长的东西 觉得很奇怪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这叫文字可以收合的功能 那它收合的功能一定要打一个 就是抬头题目标题要上去 然后你就把一大串文字贴上去 那一大串文字就可以收合起来 这是收合的功能 那第二个是目录 你可以看一下目录长什么样子 目录其实就是像我们 波尔党师或者项目符号 会有圈圈这样按一下目录 然后它你就可以去打 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 这就是目录的功能 第三个是图片的轮转界面 它就是假如说你有像我这个 我的首页 我首页这里有很多张相片 我没有动它 它自己会轮转 就是轮波这样子 一张相片以上 你至少有两张 它才会自己再轮波 就是轮波的功能 它很简单 你看就是这个相片的转界 你按一下 然后你就把所有要放上去 轮波的图片上传就可以了 我们的五尾首 有点慢 它下面会写说至少要两张 所以你就继续 完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很差异 这一张下面这一张跟上面这一张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下面做了几个点点 几个点点就是几张相片 然后你可以用预览的方式再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自己在微波 你可以看上面一个下面一个都可以 教会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哪一张相片都很重要 你希望大家都会看一下 你就可以设定这个微波的功能 我们再回去练习 按钮 按钮通常就是在网页上如果有按钮的功能 它就是会让你去直接到那个网站去 就是超连结的概念 像这个我的首页上面 我这里有一个我在Google Scholar的一些搜寻的结果 我就直接按下去 我好久没看 它就会自己超连结过去 就是类似超连结其他网页 或者是超连结到其他的页面都可以 但是页面的话我们通常都是把它收在右上角这样子 那几个就这里 那假如说你要让你家可以直接 譬如说到Google的课程的话 那你这边的Google工作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超连结过去 好这是我另外做的Google工作方 它用的就是刚刚你看的那个几个模板 就是图片制的模板 然后它们就会长得每一个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整齐一点 好然后再来 右边按钮完了就是按钮你按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它写插入按钮 那按钮那个上面 譬如说到Google 然后下面上面就是那个按钮的名称 下面就是那个超连结的网址 那你就可以把它插入这样就好 你看它就会长这样 这样就是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你可以去改 叫外框线像长这样 石心就是它里面有颜色 外框线就是这个框框就是长这样 你可以之前还没有选择 之前一定是石心 然后你可以修改 那一支柄就是在让你去修改 这个按钮可以变大 一样就是把滑鼠放在那个 旁边施方框框那个点边上 它没有办法变得很 就是它大概只能变拉长而已 它没有办法变得比较高一点 或是比较厚一点 它的按钮 它的高度就是一个质的高度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拉很长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拖拉的地方 其他大概不行 你有发现你在拖拉的时候 后面是不是有一些线条跑出来 让你对齐用的 后面是不是有一条一条的线 就真的就是让你对齐用 因为像我这一个网站 譬如说我就只有两个 我很想让它们都长到一样大小 那你就可以稍微算一下 到一二三四个 那这里要四个 就是让你的文字或是图片 或者按钮的大小都可以一样 那个后面一条一条线 只有你在滑鼠放上去 要去做拖拉动作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不然的话平常 你在这边拉来拉去 它是不是会跑出来的 再来就是分隔线 看下去就是一条线 它有时候会有蓝色红色都有 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然后譬如说我想一个黑色的 分隔线就可以变成黑色的 它只是一条线 像我这一个网站 这里就有一个红色分隔线 把它放在上面 这分隔线就是给人家知道说 这里上面跟下面要做一个切割 分隔线如果是放在一个页面 我建议放一个就好 你不要放太多个 因为太多个 你就干脆放第二个页面 这样会比较感激一点 好 那就是这里也可以直接 把YouTube的 YouTube的 的 档案直接放上去 它这边是YouTube 是叫你搜寻影片 看一下 我刚刚的影片叫什么 CM281 来过去 你如果要放YouTube的影片上去 记得就是放档案比较小的 不要放太大 然后这边打的不是YouTube的网址 是YouTube影片的名称 你如果打网址它会冲过来 所以一定要打那个YouTube影片的名称 然后你要点一下 一样就是它外面蓝色框框出现 选取它才会砍进去 这样子 然后你直接就可以在网页上 看这个YouTube的影片 假如说某个影片你觉得很重要 是你们系上的波帽 所以或是你们系上导师讲的很重要的话 你要把它放你的网页的话 你就把它上传到YouTube 然后从YouTube直接拉到你的网页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Google系统平台 跟YouTube跟Finlink 这几个软体公司和关系都很好 所以你都可以就是在这几个软体之间 互相利用这样 在YouTube下面是日历 这不是你的平活的日历 这只能用 这只能插入Google日历 那日历我们这行课没有上 但是假如说你进去你的云端硬碟的时候 三个的那个酒风格 一定会有Gmail跟日历 那像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都 我都会把Google日历download在里头 跟我的手机的日历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日历有 Google日历有几个好处 你看我这边有课程的日历 跟我个人的日历 那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日历拖到你的网页上 那像是我的这一门课 交媒吗 交媒有日历吗 有了 你看交学媒体有的日历 那我就是把它 把交学媒体的 因为交学媒体 我是用Google Classroom上的 不是上的 用Google Classroom讲作业 所以我会有一个交学媒体 它自己特有的日历 然后你日历要插进去 你只要按日历 你自己所有的日历 它就会跑出来 这都是我的日历 那你就会点 连你要它插进去的日历 它就会直接砍进去 这个日历你在哪里有看到 学校的网页交入处的日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行政单位 也用这种Google日历 在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管理的 同时它也可以去更新 我没有 我不用特别来网站上去更新 这个日历的内容 只要我在我自己的日历上更新 它这边会同步更新 这就是Google协作平台的 我觉得最大好处 像刚刚我们 我是不是放了一个 好意思 这个 这个 这四个中心的这个 尖叫设计 然后因为呢 请小师来 把我们拍摄 这三个产品 这一小时的时间会在隔壁 是 然后差不多只会把门关起来 就是把那个麦克服的声音 打掉一部分 这样 好 那个门 防疫情接门关起来不大 那 要去找它逃风一下 那还是麦克服的声音 一条 这样一条 那麦克服是可以调教的 那麦克服的声音 那麦克服的声音 好 多小一大好 好 好 那麦克服的声音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那麦克服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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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怕路不进去 对 好 没关系 我调小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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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是怕 我们录影的录不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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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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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MyMap MyMap跟Map不一样 好 所以你不要点错了 好 进入MyMap去点 然后点你之前做的那个求全历程 好 然后再来就是下面这几个文件 简报 简报 试算表单 图表 这些都是Google文件 你只要存在你的原端硬碟 其实就可以从原端硬碟这边 直接去做插入的动作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从这类一个一个插入 所以你们所有的作业 所以我是不是要求你们放在原端硬碟的某个资料集 就是为了要让你们在制作这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要去拖它会比较方便 比较找得到 你会像我的原端硬碟有这么多东西 我不要从那去找我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这边课程的东西你应该 目前都是放在你的原端硬碟里头 资讯数量里头 那你的作业就是要把你之前做的作品 就各一各拉上去 再来就是讲完 所以到目前为止 怎么样把档案放上去都OK吧 怎么样改字形都OK 颜色都OK 再来我们做第二部分 最比较难之一样就是页面 目前我们只做一个页面 叫首页对吧 那你如果要做很多页面怎么办 到这个页面这边 请你点到页面这边 那这里有两个地方 你要注意一个就是 上面这里 这是首页的部分 然后右边它会有三个点边 你可以在这个首页里新增子页面 听说我这是一之一 完成 你会发现他往内说 这是首页的子页面 那你想再增加一个 你可以说我再增加一个 你增加了两个子页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首页上面 是不是有多一个选项出现 然后你可以看你要的一之一是什么 然后你要回到你的一之二看一下 那你如果按首页 它就回到你开始那个首页 那是这个首页的子画面 它不是分页 你如果要分页的话 你看下面 新增页面 看到没 下面有个家有没有 你就给它新增页面 然后我们叫做A行 新增一个页面叫A A的位置 是不是跟一之一一之二不大一样 有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A这个页面 它的阶级吧 等级是跟你的首页是一样的 然后所以你看你叫A 它是首页 过来就是A 那你可以在A下面加个子页 新增子页面 A之一 我现在就有两个页面 每个页面各有两个子页面 所以你看你的首页 你的首页这里 首页带就是A 然后每一个项下都有两个子页面 有没有看到没 所以新增页面跟新增子页面的概念不大一样 好不好 所以子页面一定是要跟那页面有所关联的 你就把它们全部放在他们子页面项下 你还可以带个子页面 你还可以带个子页面 譬如说 这个好 1-2 再来新增子页面 1-2-1 我们看他再往内说了一下 然后你看 他不会在上面跑出来 但是你看1-2 这里左边是做了一个垫头 他就1-2-1就藏在里头 这样可以 所以每一个页面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子页面在 不要太复杂 弄到两三层就已经很复杂了 你只要有一个页面出现 不管他是谁的子页面 都是要放内容在里头 你不能让他空白 不然他点进去想要看东西 直接空白 有事你只是在做好玩的这样子 所以页面这个部分会自己去设计 会吧 可以 都可以 那当你整个整个网页的内容不做 我们先来讲一下你们的作业好了 你们的作业 你的作业要至少要两个母页 就是两个页面 然后一个页面就是首页 要放你的自我介绍 还有你是不是 记不记得我们YouTube有做的一些影片 所以YouTube有自己的频道 你可以把自己YouTube影片放在中置 连结你的YouTube频道都可以 所以要首页要放自我介绍跟YouTube 第二个页面是放你的作品 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 所有的作业或是练习都把它放上去 Google 有Google Docs,Google Phone,Google Sheet, MyLab Synic都要放上去 所以你要把所有这堂课学到的 或者是绞交的作业或是练习都放上去 那在我们有放一个 说明这里我们有放一个范本 范本 范本面是上神奇座的 就写208之一了 好 我们可以看看 等一下 看范本在哪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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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范本 你可以就直接 去上去 这边有首页就是你自己的自我介绍 嗯 你如果 你如果要用这个范本家居写 没关系 但是至少那相片要搞一下 你不要 这别人家的猫 你不要用别人家的猫 然后这个频道 频道 你可以自己再 自己稍微再感一下 然后第二个之间面就是你的作品 分作 Microsoft 还有Google 跟Synic 这样子 然后微软这边 你就把我们的练习或做业图放上去 记得放上去 一定要别人 别人看你的网页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有档案 最后边有个错误示范 你不用做错误示范 我们只要跟你讲说 大部分同学会被扣分的地方 这都是因为你放的档案 结果忘记分享出来 忘记打开 然后他就会出现就是拒绝连线 或者是你要有权限财息 大概会有这种两种讯息 这样子人家就是会看不到你的内容 看不到内容 检查的方式 你就是进去无痕 去检查你的网页 你的网页的网址呢 刚刚忘记讲了 来 做完这个网页做完之后 你要把它发布到就是网站上去 你要按右边这个发布 这个发布你如果第一次从来没有发布过 它就长这样 四四八八 然后发布这样在里头 假如说你是我这个之前的 它的发布右边还会有个箭头 是不是长得一样 第一次发布你看下去 然后它会给你发布你的写作平台网址 他譬如说我就想 这个网址不是你全部的网址 而是你的网址前面叫做 site.google.com gm.ncue.edu.cd 你是学校 那个学校走面下以下的一个网页 所以大家前面的网址都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网址上面 这个网址命名的地方 这样子通常 然后你的学号打下去就对了 这样比较好记 对不对 你就这里我会建议你就网址 你就打你的学号 你会发现你打学号 譬如说S0XXX 你看下面它是不是会 网址这边会S0123会跑出来 下面这才是你的网址 下面这个才是你的网址 假如说你要让人家知道你的 你的网站的网址是下面这个 可以记得了 然后呢 谁可以查看我的网上 所有人 所有人都可以看 你要不要让人家公开搜寻你的名字 要不要给人家搜寻 要不要搜寻得到你自己决定 但是谁都可以看你的网站好不好 搜寻是另外一回事 看不看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一定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网站 人家要不要搜寻得到你自己决定 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给他发布 你按发布 发布完之后你会发现右边就变成有发布选项 你的选项就会出现 然后那个发布选项你按下去 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发布设定 发布设定就是跟刚刚那个页面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检查变更内容并发布 因为我还没有变更 所以他还是没有东西的 假如说你做了一些变更 你还要再发布的时候 他会有变更前跟变更后的网页给你选项 然后再double check 一下 你要不要去做这个变更 你若没有发布的话 任何变更你储存在这上面 只是储存在你的档案里头而已 这个档案在哪里 你刚刚在哪里新章的 你自己的云端硬结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回去你的云端硬结 你的云端硬结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在里头 你如果没有发布的话 你最后修改的档案还是会在这里 但是别人看到的是旧的档案 那你发布出去最新档案别人才看得到 这样可以 所以你今天假如说要假教作业 是要给助教看到对不对 你在里面修改了大概三四次 你一直跟助教说 你有修改了你没有发布 助教没看到了 这样懂 教会说你那个权限没看 就是你开了你讲不凡一次都没用 要记得再去发布一次 一定要发布别人才看得到 那其他的假如说 你正在准备某一些档案当中 你可以就是储存档案就可以了 你不用特别的发布 好 然后 所以这边是跟发布有关 好 那 等一下 那有关 可以吗 记得你如果你先检查一下你所有的作业 你的作品 权限都是打开的 好 那很简单 你就进去里头 然后你看一下 譬如说这是这个PowerPoint档案 你按一下这个 看他是不是 这里如果只有限制 或是你讲到变更全线 你就到下面再按一下变更就可以 那可以先去检查一下你的档案 检查完之后 你再来做做海南的事情 好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大概时间就利用自己给他说 你的网页呢 那个网址最后要贴到 你的网址要贴到一个作业表单里头 作业绞交这里 我们有做了一个 期末专题的页面 你再把你的网页 网址贴上去 对 拉起过来喔 然后呢 你不要去修改别人的网页 你不要去动人家的网址 你不要给人家删除掉 但是因为你做的任何动作 我们要是发现某些同学的网址不见 其实在这边 那个版本记录都会知道 说是谁把谁的网页弄掉 你都会知道 这样可以我们发现你 不小心 甚至不小心把同学的网址黑掉的话 记得来找一下职业 他会帮你复原的 你如果不敢复原的话 不然你就自己复原 我建议不要动复原的版本 因为有时候你动到错的版本 所有的字录都会乱掉 所以你要不小心删除别的同学的网址 请记得讲话来找职业 他会帮他修理好的 最后你的网址 请记得往右网址贴到这边 可以 好 那剩下时间就大家做自己的功课 streets 有 respond对 好 有 bacon 没愉 Hag 您好 对